年仅11岁女孩遭人绑架 便上演了教科书籍自救 第一天 她向路人求助 无奈被抓了回去 第二天 她跟着男人外出 还帮忙掩埋尸体 第三天男人凌乱不堪的房间 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 第四天 她便和男人的妹妹 熟络地打成一片 等到了第五天 男人就亲自将她送了回去 而这个男人是个哑巴 她和这个瘸子老汉是对搭档 表面上帮人开车送货 暗地里专门替人收拾善后 他们先在地上铺上油纸 任平调在半空的人如何询问 都不予以回应 等到黑帮老大过来 就把人交给他们处置 所谓服务做全套 他们还会先收起脱下的西装 细心地挂在另一个房间 防止呆会被血字无人 哑巴拿着西装 在镜子面前比对了一下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觉得西装革履的生活 对自己来说简直是遥不可及 她和老汉推到外面 美美地煮了包方便面 哑巴这时摸上老大的车 捡起根地上的烟头 有模有样地装了起来 只是不一会便被枪的支咳嗽 老汉把她叫了出来 语众心长地告诉她 不要吃着碗里的 瞧着锅里的 脚踏实地对他们来说 已经足够了 随后争分夺秒地吃起了泡面 等到再次回去之后 吊着的人已经没了气息 就在他们准备收拾现场的时候 黑帮老大并没有着急离开 反而把老汉叫到一旁 原来是他们绑架了一个人 但是赎金还没谈妥 只能先寄存在他们这边 这可把老汉为难的 因为向来他们只会处理死人 这活人该怎么处理 他们从来没碰见过 可黑帮老大哪容他们拒绝 不由分说就将这件事交代给他们 碍于大佬的威压 老汉迫不得已地同意了 其实他们本性不坏 只是替人收尸 却从来不曾害过人 甚至在处理完尸体后 老汉还会念上一段圣经 替他超度灵魂 见到路边摆摊的老太 还会顺手给上几颗鸡蛋 很快到了交易的时间 他们驱车来到交易地点 雅巴拿上了棒球棍壮板 就在老汉打开房间后 雅巴冲进去一顿挥舞 结果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就在老汉前往下一个房间寻找时 一只手从椅子背后伸了出来 随后一道身影站了出来 把雅巴吓了一大条 这是一个戴着兔子面具的女孩 老汉这才明白 眼前的女孩 才是他们这次的目标 这个女孩被绑架了 可是他不哭也不闹 面对绑匪 只是镇定问了一句 假出我呀 老汉倒是先慌了 他告诉女孩 只是让他去乡下住几天 就让他回去了 女孩却深刻地明白 自己的父亲十分重男轻女 所以当绑匪提出赎金时 才会不顾女孩的安慰 还在那讨价还价 老头让女孩跟着男人 不要倒出乱跑 女孩还开口道谢 懂事地叫人十分心疼 就这样 女孩坐上了自行车 跟着男人回到了家里 杂乱不堪的房间里 却突然冒出来个小女孩 只见她一直喊着肚子 男人递了根香肠给她 转手递给女孩 女孩笑笑并没有接受 带到男人离开房间 她来到小女孩跟前 女孩想着带她一起离开 不料小女孩是男人的妹妹 等到了第二天 女孩的去留却成了难题 因为年幼的妹妹在家 不可能将她锁在房间里 只好一同带到了工作的地方 而这次被吊起来的人 成了之前黑帮老大 原来是他得罪了更大的势力 被大佬抓了起来 只是他们也不知道 女孩的来历 他们收拾着老太的尸体 男人这时扒下了他的西装 准备带回家穿 女孩就待在门口等着 男人路过了时候 用脚抹了抹地上的血迹 这才使女孩感觉到 眼前的人并没有这么坏 随后便是埋葬尸体了 老汉牵着女孩的手 告诉他既然暂时在一块 就要当作家人般相处 女孩听完若有所思 开始帮忙往里面填土了 他们找到负责绑架的人 想要处理一下女孩的去留 双方协商了一下 既然老大已经去世了 那就让他们做完这一票 时候五五分成 接下来的时间里 女孩与他们相处得越来越融洽 甚至会帮忙叠衣服 原本脏乱不堪的房间 瞬间就变得明亮整洁了起来 女孩不敢上厕所 男人也会陪着他去 因为说不了话 他就一直不断地拍手 告诉女孩自己还在外面 给了他极大的安全感 这天 老汉拿着一台相机上门 女孩先是倒顾着 拍了一张全家服 随后老汉单独给女孩拍照 要他表情难受一点 女孩明白 这是寄回去给父母 所要赎金的 气氛显得有些沉重 老汉单独给男人交代 自己去取赎金 如果回不来的话 把女孩送到一个养殖场 说罢给了他一个地址 这是我见过最悚的绑匪了 老汉取到前后 神色十分慌张 他总觉得佛伯乐 一直在盯着他 高度紧张的神经 使他不小心摔下了楼梯 就这样领了盒饭了 男人这边一直打电话 自然没有人能够接他的电话 他以为老汉没有拿到赎金 就带着女孩前往了纸条的地址 而这家养殖场究竟是什么地方 成为了老汉决定女孩最终去留的场所 女孩缓缓躲在男人背后 因为眼前的荧幕 实在是太吓小孩了 这些孩子被人贩子拐卖 气凌巴落地躺在房间里 这里表面上是家养殖场 背地里坐着儿童买卖的工作 女孩被男人带到这里 尽管这里的夫妻十分热情 女孩也清楚自己接下来的命运 他死死盯着男人 把他看得不敢跟女孩指示 女孩不哭不闹 只是问一句 他的爸爸真的不来了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他拿起人贩子递过来的饮料 直接一饮而尽 随后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 眼里有种说不出的落寞情绪 男人回到家后 显得十分颓废 几天的相处 他跟女孩也有了很深的感情 突然看到墙上挂着的西装 他终于下定决心 决定做一回体面人 他换上西装 车被他踩得飞快 竟然就这样赶上了小巴士 他顺利逼停司机 想要救下女孩 不料司机这时候一脚油门 男人挣扎着钻进车窗 混乱中拔下了钥匙 车子在这时熄火了 他突然发力 将司机推下了车 随后开着车子逃之夭夭 男人下车想要带走女孩 他却一直推嗓着 因为前面的做法 女孩的心被伤透了 不过最终还是跟着男人离开了 只是在回家的路上 女孩一直口吐白沫 显然刚刚喝下的牛奶有问题 男人急匆匆地来到药店 为他买治疗的药 女孩却在这时发现 男人出门时并没有锁门 于是便逃了出去 等到男人回了家 天都已经黑了 这里位置偏僻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男人十分担心 拿着手店就追了出去 这边的女孩好不容易跑到路边 遇到一个骑车的大叔 便向他求助 只是大叔一身酒气 说吧牵起女孩的手 这可比男人吓人得多了 女孩转身又跑了回去 遇到了前来找他的男人 他还没来得及发脾气 就看到女孩腿上的伤口 随即围着女孩转了一圈 确认无视后松了一口气 女孩此时也主动牵起他的手 跟他一起回了家 而这个猥琐的大叔 没想到真是个警察 叫来的女警还得喊他前辈 看样子辈分不低 他让女警沿着道路去寻找 女警很快便找上了男人家 邻里乡村自然都是认识的 只是男人不断拍手的举动 引起了女警的注意 男人脸色与法慌张 还死死地挡在房间面前 显然很不对劲 就在这时男人率先发难 一把扑向了女警 就在争斗中不小心掀翻了梯子 女警就这么晕了过去 这可把男人吓傻了 处理尸体太有经验 可是杀人这可是第一次 也不知道女警是死是活 反倒是女孩轻车熟路地 拿起铁锹 将女警给埋了起来 男人出于害怕的心理 将帽子盖在了女警脸上 这也间接救了女警一命 使她没有被活埋窒息 隔天 男人决定将体面人坐到底 穿上西装推着脚踏车 决定将女孩给送回去 来到了学校 女孩见到了自己的老师 男人却迟疑着不肯放手 她一把正脱开后 奔向了自己的老师 面对老师的疑惑 女孩到底还是说出了她的身份 男人见况不对 撒腿就往外跑 女孩的父母在这世赶了过来 母亲朝她飞奔而来 父亲却牵着弟弟在后面 不紧不慢地走着 女孩看到这一幕 迟疑了一下 随后调整神情 朝他们鞠了一躬 没有劫后余生的戏愿 男人拼命地往回跑 她不明白 为什么将女孩送回来 还要被如此对待 她神情黯然 丢掉了钟爱的西装 或许抢求了不该有的生活 带来的负担远大于 获得时的喜悦吧 电影《无声》 最令人动容的是女孩 或许有人指责她最后关头 不该出卖男人 但是女孩一直以来的心思缜密 脱离不了原生家庭 重男轻女的影响 影片最后的迟疑 到鞠躬 这个年仅11岁的女孩显然知道 父母的重心早已向弟弟倾斜 或许她望向男人离去背影时 那复杂的眼神里 有对于美好生活的追忆吧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个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